目前呢大家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有小草们是聚集在这边要来声援柯文哲 至于说在里面大家是最关心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柯文哲这边呢是申请提审的一个最新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就目前掌握这个庭目前已经开完了 现在就要等法官来去做裁定 那目前我们掌握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呢 他们当然就是针对说到底可不可以把柯文哲给压了起来 以及把柯文哲压了起来的理由到底合不合理哦 那就目前我们掌握柯文哲律师这边是表达说 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几乎都没有在问这个金华城的事情 大部分都在提木可的事情 那你们就把我们逮捕起来了 他们认为第一个这是他们觉得很不合理的 再来他们就表示说你们一路征讯十几个小时 都是在讲木可 那你就把它而且都没有在谈论到所谓金华城的部分 他们认为说这个就是所谓的疲劳征讯啊 明明就是针对金华城来做逮捕 那为什么你们都要一直来问木可这件事情呢 他们认为说你们是不是想要对我们来做疲劳征讯 那第三个呢 检察官是有认为说柯文哲有可能有篡政啊什么的理由 那不过呢他们的律师是主张说 柯文哲当过台北市长 现在也是民众党的一个主席哦 你说柯文哲离开你们这边之后 会进行串证或者是湮灭证据等等 那个是属于你们的议测哦 所以说你用这个理由把我们来做逮捕他们认为是不合理的 那检察官这边也有说哦 他说每一个罪犯都会表示说自己不会灭证自己不会逃亡 所以他们认为说要把人给压起来 现在呢就等把关看看要怎么样来裁定哦 那刚刚柯文哲在停上的时候也有做一些的陈述哦 他们表示说从昨天早上七点多呢就开始搜索 而且一路询问到半夜的一两点 他就来他就来呛检方说是不是有点妨碍人权的状况哦 他认为说检方你们是不是想要用所谓的一个车轮站的方式 一个一个上来问那他就就那对柯文哲来讲 我就是只有一个人啊 我就只有这几个律师而已 那面对你们这么多检方的人一直上来问 你们一直上来问 而且重点是你们一直上来问的事情 都是在问木渴的事情 那他们就好奇 难道木渴的事情跟金华城的金流是有关系的吗 不然你们怎么可以一直问木渴 一直问木渴的东西哦 所以说他们就觉得说 你们检方为什么都不问重点呢 这就是他们认为说 他们不应该被留在这里的一个理由哦 好现在的重点就是要等法官看看要怎么样来裁定了 假设法官是认为说检方的这个积压是不合理的状况啊 那柯文哲就会直接回家 就可以直接离开这边回家了 但是假设如果法官是认为 检方这样的积压是有其道理的 那这样的话 柯文哲就必须留在这边来继续来做讯问了 好